新北市新店在上午有人坠楼 这是一名在国中当老师的无姓女子 她一次是和男朋友吵架 衣食气氛从住家的九楼一跃而下 但她真的命不该绝 竟然是幸运的先勾到了电线 仗上了折雨棚 之后落在机车的椅垫上 送医的时候意识清楚 骑机似的只有受到轻伤 平静住宅经传坠楼案件 机车脚踏垫上斜机斑斑 目击女子大白天从楼上坠落 附近住户惊魂未定 前天晚上住在酒楼的无姓女子 因为感情问题和男友大吵 30号一早趁男友出门买早餐 爬到窗台意图巡软 男友一回家刚好目击女子坠落 下得报警 目击者说女子先撞破遮雨棚 再撞上电线 最后落在机车坐垫上 一次经过两层缓冲 人倒在地上时还有意识 送以后只受轻伤 没有答案 专家说女子坠落时 遇到障碍物加重阻力 再加上体重不到50公斤 身材偏瘦 冲击力较小 才会只受轻伤 不幸坠落的无姓女子 之前在中部当老师 因为情绪问题离职 现在又因为想不开 差点注下大错 家人亲友都很惊讶